起信 那說什麼呢 是讓不信者的那些根器 可以升起信心嗎 是不是很多 透游很多方面 譬如說我們講的時候 有時候沒辦法 是要透游什麼顯現的嗎那樣子 真是很容易升起信心的話 是不是有些 我說 像有些人說什麼 他說有些在印度那邊的西藏人說什麼 他說對一個 像那些老法師 他有可能這個老法師 一點經書都不懂 可是他什麼 他一輩子願意扶持 他說什麼 因為他幫我治好什麼病啦 或者說什麼 他什麼時候 有給我一個預言 或什麼來講的話 是不是很多也有這種方便呢 他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方便 來使什麼 不信者升起信心嗎 總之的話 這是神變通的最大的作用是什麼 是說 透過這種外在的表現 或外在的這個功用呢 要使不信者可以升信呢 那什麼呢 那第二個是天耳通嘛 那由第二呢 了至他眾的 善非善行而頓立作善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什麼呢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 因為是不是天耳通 可以聽到人家的八卦嗎 等於說我用白話來講 他在聊天啊 在講什麼的 知道他的 他在想要做的是善 還是餓了 他知道他要往的行為是什麼 知道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說什麼 所以我可以勸你說 你不要再去做餓啊 你要往善的去做啊 是不是我以前舉的那例子 你看是不是以前早期沒有手機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年輕是家裡有兩個電話的時候 人家常常偷聽 父母親偷聽女兒的小孩在講話 然後抓起來是什麼 想知道你在後面講什麼嘛 可以說看講到什麼 所以才去說 這樣你不要做什麼 你要去做什麼一樣的 那佛菩薩這邊來講說 他依天耳通是什麼 因為還沒有講到心事喔 從嘴巴上所說的這樣子來行為 就知道他想要 形象的行為是善啊 惡啊 那什麼都了解的話呢 他才可以勸起這些所畫機 或者能度化的眾生 不要往惡而往善去去向嘛 而第三的是什麼呢 是他心通嘛 那他心通是什麼呢 是知他心虛而令成堪為斬法之器 是什麼呢 因為像什麼 我說是不是最明顯是說什麼 那雖然我們是 有一點點經書的了知 可是要了解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可以聽得懂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嘛 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沒有這個他心通的能力 不知道人家的根基是什麼 或者說這個適不適合 真正有他心通的 有這樣子的善知識來講說什麼 他應該是說了解他人的心虛在想的是什麼 我可以給他剛好適合他的那個法嗎 讓他真的不一定是要完全正確的 所以說什麼的 不要說完全符合事實的啦 為什麼要講這樣子 你看有一個人在問的時候 他說問佛陀說 他說在那時候的人說 那佛陀為什麼會講說所謂的了意跟不了意 或者有時候說這樣子 有時候不做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辯論 和龍樹菩薩在他的什麼 終關寶慢論裡面就做這個回答說 因為有這樣子才可以辯出說佛陀是一切智嗎 他真的有這個他心通 為什麼呢 你說所有的人 都是出於一個模子 怎麼可能啊 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不要說別的 我們這邊只有三四十個人的時候呢 三四十個人今天下完課 你聽到的都不一樣了 真的啊 我說你記到多少 你想到什麼都聽的都不一樣的時候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佛陀應該是不是說 他了解這個人是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 依他的程度而給他的良藥 而不是說什麼 我想講什麼 我逼你們大家吃 而是我說什麼 應該了解他方的是 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 依他可以接受的而去引導嗎 看到那個接受 他可以再給予更多的藥 或者再給予更上升的來講的話 這才代表說什麼 他心通的最大的 不是說什麼我去了解他的秘密 好像他了解心事在想什麼 而是說什麼 那他的心事的根氣是什麼的話呢 才有什麼辦法給予正確的這種的 而第四的話呢 這什麼 我們第四個是說什麼 了知過去跟未來嗎 了知過去未來的說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會不會說 他說我唸出來 他說 第四是在去除真上慢之上 而令成 堪為世道之氣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是什麼 他會有一個真上慢嗎 所謂的真上慢是什麼 他 我們是不是以前在介紹心內學裡面 有所謂一個真上慢 真上慢裡面來講說什麼 或者他比喻說他跟他同樣的 或者覺得說他看扁別人 或者看扁跟自己的一樣的程度 而說 感到洋洋得意的時候呢 或者說 因為這樣子的時候 真的要獲得法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的時候 要把這種慢心去除掉 說什麼 你以前也是跟人家一樣的啊 所以我們才想說 在佛教裡面來講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佛陀在他的經裡面就講說嘛 我的這個教派是什麼 不分種性 不分高低階層的 乃至什麼來 你看是不是我們說 最明顯的以前是說什麼 我們來講的 在佛陀故事裡面 優婆離尊准嗎 優婆離尊准是什麼 是在印度裡面是 在有沒有說什麼 有四成階級裡面的 四成階級以外的那種的 他連那個四成階級都沒辦法 因為他是禮法嘛 禮法的 以前在印度這個是很卑賤 很卑賤的一個行業 他有一次佛陀就說什麼 要優婆離尊准去跟國王 講經啊 優婆離自己也都害怕說 我這麼卑賤怎麼可以跟國王說什麼 國王也說什麼 你是不是小看我派一個這種 禮法師出身的這個人講說 佛陀就說那一句就說 我的沙門是沒有分 或者我的跟隨的地址 我們不分種姓 不分卑賤的 是以功德借辣來分的 而不是來說 他的身份的高低來講的 來講 那有沒有什麼特例 當然有 像有些什麼 比如說他說他生在王族 他可以每天洗澡 因為他本身 他的習慣 你說一開始就限制他了 他不會 他反而說他 又反彈就說我不要出家了 我不要學習了 而我們可以有些地方開放的 開許的 他有開著佛陀的 所制定的戒律 所傳法的方式 不是那麼使的 是很開放的 佛陀是很明瞭的一個人 他不會 應該說執著於事項的那種人 佛陀真的是 大方便的那一種的 所以同樣在這邊來講的話 很多是不是說什麼 很多人是覺得說 我洋洋 你看 很多人是覺得說 我很厲害 或什麼 是不是我們在看的別的故事來講 很多是什麼 例如說什麼 我每次也提起我這個 我說我很多東西很學 因為有什麼 很多說我革膝了 我覺得我洋洋得意了 那我反而什麼 是我自己 對自己的最大傷害嗎 我減少我可以學習的機會了 在這邊來講的話 很容易可以的方便什麼 你看你前世啊 或你以前的姻緣 也是這樣子 在無死生死以來的悲劍 也是一樣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 覺得說 我今世我的榮華富貴 我的人比人家好 那麼一點點的 以前來講也是有這樣子 而不是別的原因 你說 別的原因去了解前世跟後世 那有什麼用啊 我說 人家說 你前世是什麼什麼 前世都已經前世了 都已經過去了 已經是無常了 已經不存在 那又怎麼樣 那對我現在一點傷害都沒有 可是現在是什麼 如果可以了解前後世的時候是什麼 而是 了解人家以前的恩德啊 或者從長遠的來了解說 我可以去培養 二方面來講呢 說什麼 我沒有原因要去看 看扁別人 我也是一樣這樣子的 來講 所以沒有原因要 說什麼 升起那種 好像所謂的 這邊來講的 所謂的真上慢也好 或者所謂的那種 下見的慢來講也好 或者說什麼來講的話 你這樣來講的話 退後是不是 退後了解前世的因緣 跟人家講說 你前世是這樣這樣這樣 也有這樣子的因緣 常常會使他 這種所謂的真上慢 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去 去除嘛 像什麼你看 我們是不是說 很多以前來講的 像 我們不要說前世喔 像你看我們說 很多現在的那種富商啊 或者來講 你看他很多人 真正碰到我遇過的那種很富商 他說什麼 他們都很謙卑 他不會有那種 很高 因為他說什麼 因為我出生我也是 我一直記得說 我小時候有可能我也是 去賣口香糖的啊 或者做什麼出工的啊 還是因為某一些因緣 我變成一個大老闆的 像什麼 我們常常看到那個印度總理 因為我最記得他常常說什麼 他說我是賣茶的兒子啊 因為他以前的 他出生是非常非常的 卑微的那樣 他是什麼 他是在那個以前 家裡沒辦法糊口 他在火車站上面 去跑那個火車去賣茶 他說你看 我一個賣茶的那種小孩 也可以之後當到印度的總理啊 所以他記得這樣 他就永遠可以很容易就 有一種所謂的謙卑的心態 所以有這樣子的話 有那種隨念往昔 欲知未來的這種通來講的話 他可以幫助什麼 把讓人家的那種真上慢的因緣 來良解去跟他解釋來之後呢 容易把人家的慢心嘛 是我們常常講嘛 我慢高山 法水不入的一樣 只要有這種慢心 要去講這種 或聽到法藝的話 是很困難的意思的這樣子 而第五的話呢 是不是天眼通 是由第五能令慈愛諸聖者是夫 是什麼呢 來講的話呢 因為有這樣子的天眼通 是有這些聖者的話呢 他可以看到這些的悲 應該說苦難的眾生嘛 用天眼他可以看到 他自然而然就會生起慈心了嘛 就是我們說很多地方 我們沒看到啊 像我說之前我沒看到 什麼災難啊 或什麼的 可是我們一看到 我們是不是不由自主的 就生起了慈心悲心一樣 所以這個天眼通是什麼 讓這種可以人 這個神通什麼 讓他容易生起慈愛嘛 容易生起悲心的 而第六呢是什麼呢 漏盡通 那什麼第六是來講說什麼 他說由第六能令獲得授記等作業了 那授記是說什麼呢 授記就等於說什麼 是有某一個佛菩薩來為之說 你在某某地方 你會以什麼什麼成佛 以這個因緣來講的時候 獲得這個之後 已經等於說什麼 好像已經 已經 一半都 都已經確定了嘛 已經就是說 雖然還沒獲得 可是他已經 說你可以了 你已經 在不久的未來 已經 或者像什麼 我們覺得像授記像什麼 像中大師獲得 文書菩薩的授記嗎 他那時候雖然沒有正的空性 反而也是持顛倒劍 他說你只要努力 進醉集之 嚴越無垢精論 你在不久的未來就會 正的空性 等於這樣就是一個授記了嘛 他可以說 很放心說我這個是 行詞是 只要這樣子 一詞行詞來講的話 但我們獲得漏精通 他是不是已經獲得了滅地了 已經斷出某一種煩惱了 所以來講的話呢 很容易這個作用是什麼 是獲得這個漏精通 就獲得這個授記 獲得授記的方便是什麼呢 一般是我們說 他自己內心要到某一層的功德嘛 自己內心沒有某一層功德的話呢 佛菩薩怎麼可能授記呢 因為他變化太大了嘛 這個葉因緣會留準到哪裡 連佛陀都還講說都不一定嘛 這個葉因果都是不可思議的嘛 好 所以這來講以上的話 是我們講說第四個科班 來講說他的六個神通的 個別個別的作用 或他的功能是什麼呢 而第五的話呢 是什麼 是他的界線嘛 這就很容易知道了 我們講說看能說什麼 他說 第五 界線是有的 前五神通從得淨律正行的 未入道者而有 肉精通從得淨律正行的 斷除見所斷品的 聖者以上是有的嗎 是不是 前五神通很容易來講分的 他是什麼 乃至未入道是什麼 是還未入道五到十地的 這個當中的意思嗎 不要說別的 乃至是 不要說進入五到十地 是不是 我說只要有獲得 殘律正行的人 不分佛教徒也好 或者非佛教徒來講也好 他只要有 應該說 殘律的正行 再加上騙著作意的話呢 正確的作意的話 他這個前面的五個神通 都可以獲得了 這是只要我說 像我等 我們這樣子一樣的來講的話 雖然現在沒有 只要他有努力修持的 獲得神通 在 努力修持禪定 再配合作意的話 在不久的未來就可以獲得 所謂的 前面五神通是這樣子 而第六神通的話是什麼呢 他的關鍵是什麼呢 他是 因為在聖者來講 不一定獲得禪定嘛 對不對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 聖者的話不一定獲得禪定 所以他要獲得 漏盡通的聖者一定要什麼呢 他一定要先獲得禪定正行 在獲得禪定正行之後 在什麼呢 在獲得 第一個滅帝 因為第一個滅帝來講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斷出 什麼 劍道的所要破除的嘛 是不是在道地的時候 他才正對制 所以還沒有斷出嘛 還沒有漏盡嘛 他只是正對漏 還沒有漏盡 是要到什麼 到滅帝的這個階段 他才可以漏盡嘛 斷除的時候呢 所以是什麼 是 他要不只是聖者 要是聖者獲得滅帝了 他不只是聖者獲得滅帝 他要聖者獲得滅帝 還要再獲得什麼 禪定的正行 以上的這樣一個聖者呢 才可以獲得漏盡通了 好 所以這是他的界線嘛 是不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剛剛前面我們講說 所依的 聖來講我們就可以 大概透支 可以了知這邊說什麼 因為前面五個神通 可以在外道心序當中 或者非佛要圖心序升起 和什麼呢 第六個神通 漏盡通一定要在聖者嘛 他這邊只是把它更清楚的 更明顯的話而講出來了 那第六呢 第六我們講說什麼 是要升起六神通的 他不是需要 這邊來講的話 藏文的意思說什麼 應該是說 六神通升起來的 義趣啊 或者他的 功德啊 一般來講說的義趣 就是說什麼 他為我們為什麼要升起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升起的 六神通呢 他說第六 有升起六神通的需要 或者義趣呢 或利益也是有的 兩萬聖光明是說 就神通的利益而言 有極安置一切眾生 與法平等性 慈愛一切聖者是夫 直欲可愛盡知事物 菩薩成為一切天眾 堪禮盡處 極由說阿難 持住三百比丘而死 多於多有蒙的受祭成佛 一如武所說 這什麼的話呢 他說什麼 在這邊的 最主要的 升起來的義趣是什麼呢 是說什麼 在以 就像如同 聖謝托君 他在他的 二萬聖的冠明寺 雙中所說的一樣 是什麼呢 因為有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我們獲得神通的話呢 我們為什麼呢 所有的聖者們也會慈愛 他說什麼 他或者說 一切眾生 有極安置一切眾生與平等性 因為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個說安住與平等性是什麼 因為他可以獲得這個六神通來講的話呢 這個法平等性是說什麼 是讓一切眾生可以快速去通達空性 法平等嗎 因為一切法是無自性 或者在這邊來講 或者一切法是無地實存在 無尊實存在是一樣的嘛 所以法平等性嘛 在這邊來講 沒有說有些法是無地實或者無真實存在 有些法不是 是一切法一樣的都是無地實存在的話 這可以快速的去勸請 或者使一切眾生去通達空性 不只是通達空性呢 也可以因為有獲得這樣子的能力 去幫助眾生呢 使聖者對自己慈愛也好 或者自己能快速的去聖者們 有獲得六神通也可以去慈愛眾生 還說什麼呢 和也可以可遇可愛之境 那所看到的或者所遇到的 所見到的也是所謂的樂意的嘛 可以應該說什麼 符合自己的心意嘛 他的意思在藏文的話 比較符合自己的心意這樣子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說什麼呢 還有這些菩薩們 也都可以成為一切的天人等眾的 所禮盡之處的嘛 所以也是為什麼呢 也因為這樣子等等的原因的 這樣子呢 在經裡面就講說什麼 阿難此珠三百比丘 一直開始難道說什麼 這些三百比丘 在這邊都會獲得獸祭是什麼 因為在透游 在那個因緣佛陀在講經的時候 這些三百比丘獲得了六神通嘛 或者這個六神通之後呢 他在這邊就獲得了壽祭了 所以等於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他是一一這邊說的一般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